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本便与穆帅不默的伯格巴,如今在巴萨的引诱下变得更加心神不明。上赛季后期,伯格巴与穆帅关系出现裂缝,法国人一度还失去了主力位置。 木帅在今年4月也曾透露自己有卖掉伯格巴的想法。不过,在今年的世界杯赛场上,伯格巴表现优异,跟随法国队一路杀进世界杯决赛,并且成功捧杯,展示出了自己的能力和潜力。 对于伯格巴在世界杯的优异表现,曾有记者媒体询问穆里尼奥,万连如何做才能让伯格巴发挥出,在世界杯上的优异表现。 这原本是木帅一个很好的是好机会,但他的回答,却是重要的不是我们能为他做什么,而是他能为我们做什么。 伯格巴在世界杯上的表现,非但,没有获得穆里尼奥的夸赞,后者反而对他的态度进行了含蓄的批评,双方似乎并没有兵士前嫌的意思。 而在此时,巴萨的报价出现了,巴萨希望以5000万欧元加上米纳和安德烈哥麦斯换购伯格巴,并愿意为伯格巴提供5年8950万英镑的合约,这样一来他的周薪将达到34.6万英镑,高于他现在在曼联的29万英镑每周,巴萨成意满满,周薪近35万当然,无论伯格巴多么想走,无论巴萨多么想先他, 曼联都不会放他,但留住一个不开心的球员是一回事,让他全身心的想留下来则是另一回事。 有球评便曾提出,穆里尼奥该对伯格巴温柔一点,大棒和胡萝卜都不可少,只有这样,才能处理好他与伯格巴之间的关系,从而让曼联取得更好的成绩。 这个夏天,穆里尼奥的不少做法,都引来了非议,他批评球员休假迟迟不归队训练,抱怨球队迟迟没有砸钱引员,进来甚至还炮轰了英超的赛程。 对于这点,曼联名宿费迪难得,便表达了自己看法,在他看来,穆帅的怒火影响了球队的情绪,这不是一个好兆头,穆三年魔咒又来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新赛季将是穆帅执教曼林的第三个赛季,在他的执教史上,还从未在一支球队执教三年以上,球队总是在第三年爆发各种问题。 此前在切尔西,黄马都曾印证过这个魔咒,尤其是二进攻执教切尔西,穆帅在赛季中途惨遭解雇,蓝军的战绩惨不忍睹,险些造送了穆里尼奥的一世英明。 如今看来,巴萨与伯格巴的绯闻,便是曼联新赛季要急需解决的第一道难题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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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